恆溫器就是水龜 這個電子水龜跟機械水龜的差異在於說 機械水龜的動作比較慢 而且機械水龜它的溫度設定的範圍 它是死的它不會改變 你這個溫度範圍如果說是 什麼83度開啟79度關閉 它永遠就是這個這樣子 不管你這個時候你車在上坡下坡在高速低速 都是一樣在這個溫度範圍在做改變 等於說水溫就只有在這個範圍裡面運作 但是其實我們知道車子在行駛的時候 也許在上坡也許在下坡 重油門、輕油門 其實水溫隨著你引擎的工作環境 做一些溫度的上下的變化 對於引擎的效率是有幫忙的 所以電子節溫器就是 它的一個控溫的範圍 就是它裡面水閥的開啟跟關閉的這個時間點 它是由電腦做一個最後判定 這個時候它認為應該是85度 它就85度 這個時候認為應該高一點到90度 它就換成90度 這個時候應該低一點到80度 它就隨時改成80度 使得說你每一個行駛狀況 它都能夠讓你的引擎 在這個行駛狀況下達到最佳的一個工作水溫 這個就是電子節溫器的一個好處 這就是電子節溫器的一個稍微流